及时新闻综合报道,中国军机昨27日无预警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引发韩方强烈不满,昨晚召见中国驻南韩大使馆国防武官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强势回复指称防空识别区飞领空,认为南韩的指责毫无道理。 综合媒体报道,对于昨日共机闯入南韩防空识别区遭韩方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于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军机是否相关空域进行例行飞行训练,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事件,陆康并声称防空识别区飞属领空,韩方根据防空识别区对中方进行指责毫无道理。 一架一次由允赴酒运输机改型的中共侦察机于台北时间27日上午8点34分,闯入东海南韩识别区从事远端侦察,而已是今年第二期类似事件。 南韩空军立即紧急出动十多架战斗机半飞,但共机仍直至下午1点1分才飞离。 南韩国防部当晚随即召见中国驻南韩大使邱国宏及国防武官渡农一提出抗议,要求中方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据韩联社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JCS一名为居民的官员表示,中国的意图似乎是在检验韩国军方的反应作为。 更有专家认为中国是在测试南韩军方的雷达探测能力。